这可以做到排序 比如说我不动原来的资料的话 要把它重新排序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办 比如说由大到小 假设我由大到小 你可以用那个LARGE函数 LARGE函数这个范围 如果它重新排序 K的话呢 当然你输入1就最大 输入2就是第二大 可是呢 问题是我如果 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它 刚好这一列也就是第一 下一列就是第二 第三 那刚好旁边有列号 所以如果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你可以插入一个叫 简式与参照 里面有一个叫RAW函数 RW 你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你向下填满你会发现 刚好就是 1 2 3 它刚好就取了列号 那你可以把这个RAW怎么样 刚好如果你要按照顺序排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从这边好了 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你就直接用那个LARGE 然后ARRAY给它这个范围 第几大的话你就打一个RAW 加一个小刮鼓 刚好它抓到目前是第一列 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向下填满 到这边 但是它向下填满会 范围有没有 这个要把它锁起来 其实按F4 锁住那个列就可以了 打勾 然后这边再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自动就可以有排序的效果 另外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它由小到大的话 你其实改成small就可以了 配合一个RAW 它就可以帮你做排序 向下是列 向右是蓝 所以这个地方顺便补充一下 另外的话如果我要把它改成VBA的话 要怎么做 OK 当然刚刚我们也可以什么 直接把什么 前后三 插入一个sub 叫前后三明光 我就把什么 刚刚苗栗跟宜兰的 放本贴过来 OK 那你想说贴过来之后 是不是直接可以用 当然不是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直接 就是稍微修改 那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回圈范围 不用改一模一样 Fornets 输出 输出刚好也是第二 差别只有这个地方判断 那判断的话应该什么 应该是什么 B栏的资料 如果是大于等于第三的那个 大于等于第三 中间一样是或 小于等于倒数第二个就好 OK 所以我们一样把这个他的资料抓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就把一个大于等于排第三的 可是我怎么知道排第三 特别的注意 VBA里面 我查一下好像没有刚好类似 excel里面那个large函数 那我如果要得到那样的结果的话 那如果excel里面就已经有这个函数 那其实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说 VBA有哪个函数 那你确定知道excel有的话 你直接干脆直接把excel的函数拿到VBA里面用 OK 那怎么样把它拿到VBA里面用 这个我想蛮多同学也有问这个问题 但是坊间的书籍也是写的不清不楚的 OK 所以我现在就跟各位讲非常的简单 你就把这一招学起来 以后就用类似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能要记 就是如果你要把excel里面的函数拿来用的话 你要记得一个物件apppatient applic application applic application指的就是应用几 实际上在这里指的就是excel本身 这个applic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所以我们VBA applic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excel里面的这个东西叫 works- smarter function 所以你就application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如果你要呼叫这边的函数的话 必须透过 那个Excel里面的application物件 去呼叫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叫workshare function 所以那它很长一串 不过你不用全背 你就点什么呢 打一个w就可以吧 w下面的话 如果还没出现 可能要打一个work workshare 工作表的函数 找到在这个 所以你可能 要背的 可能就是application 点 然后打一个w 大概就差不多 w之后的话 那记得就是选什么 workshare function 那workshare function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 这里面的所有函数 那所以你把它点一下 里面有没有large 打一个l 有没有发现 large出来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后你VBA 假如你实在想不出 有哪个函数可以用 那你知道Excel里面 有那个函数可以用 那你就用这个方式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 你可能要记一下 application.wish function 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large要怎么用 刮糊 但是我们本来是跟它讲一个范围 不过范围 你不能用刚刚的公式 你必须在VBA里面 范围其实就range 所以如果你要给它范围的话 记得加一个range 里面一样给它一个范围 告诉它说你帮我从B2到B10 这个范围有没有 特别是一定要range物件 提供给它范围 你不能像刚刚那个公式里面 直接选B2到B10 然后一样 所以也要给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一定是范围 第二个参数就是第几大 第三大 后刮糊 这样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其实就是 意思就是 如果esale你已经知道 哪个函数可以怎么用 那你在VBA也要 用类似的函数来使用的话 可以用这一招 它缺点就是 可能还是要背一点东西 如果你现在背不起来没关系 反正你就放在你的笔记里面 或者是说你在云端 像我都放云端 云端上面找得到 那还用也可以 当范围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把B栏里面的资料调过来 看看它是不是比那个第三的还大 或者等于大于等于第三的 同理可证 后面只要加一个或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改一下 所以如果你功力够好的话 就是直接把这一串 一幅后面偶尔前面这一串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后面这个 偶尔跟在你中间把它盖上去 对不对 盖上去之后再改就好了 改两个地方 特别之后 有的时候 如果你够细心 做一次就对 OK 就是不要急躁 因为像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 如果一次就对那恭喜你 因为你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你一定要慢一点 我可以夸一点 因为我已经做了恩变 所以我可以看得懂 如果你实在一下看不太懂 你就是关键的地方一定要注意 然后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改哪个地方呢 把这个大鱼改成小鱼对不对 然后把什么 把辣橘改成什么 small OK 所以改两个地方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 应该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公式很冗长 所以我习惯怎么样 就是把偶尔后面 空一格的后面再加一个底线 把它Enter一下 按一个Table 这样子 我前面有讲过吧 如果你要换一行的话 这个底线一定要有 你不能随便按Enter 否则的话 它会把它当分开的两行 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它大于等于这个Large 然后给它Range 这个范围的第三大 或者是说 小于等于small的那个范围 就倒数第三 帮我累加起来 最后帮我输出 这样看一下结果 我给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OK 2065 我们看一下 一模一样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样的写法 其实就是主要 未来如果说 假如你在VBA里面 实在是找不到 或者你可能对VBA函数也不熟 你如果要引用Excel里面的函数来用的话 记得就是这一招 OK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坊间的书籍 也没有说写得很清楚 然后后面差别是说 我们本来Large是用Range 不是用Range 我们原来的那个用的方法是 有没有 用的方法 这边是这样子 就是给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要转换一下 因为这个范围 是在Excel里面给范围的方法 那在VBA里面 你可能要转换 你要给范围 一定要用Range物件给它 它才接收 才可以接受 所以可能就是转换 也许到国外 可能就是要转换一个语言 反正就转 其实大致上都是概念一样的东西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来切一下 所以在009这一题 就多了解两个函数 叫Large跟Small 另外的话 如果说这个Large跟Small 假如说在VBA里面 没有可以替换的函数可以用 那干脆我就直接引用Excel里面的 这两个函数 引用的方法 关键字 就是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就可以解套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透过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你在VBA里面 就等同是你大大扩充了VBA 它内建的函数 用这一招的话 你就等于是可以把Excel里面 250几个函数 全部都可以拿来VBA里面被使用 这个方法就不是像丢公式这样子 不过是有点难度 如果你能够巧妙的使用它的话 那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马上可以做得出来的 OK 所以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这一招恐怕要把它学起来 OK 试一下